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y的频道 前两天我去超市 我想买个菠萝 进去一看 一个菠萝两块九 旁边一个黄钱 三个菠萝八块九 我刚想拿那三个菠萝 定睛一看 这不是在这收我智商税呢吗 真是呸死我了 你说这这么拙劣的剂量 怎么能难得到 机智的小Lind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智商税 最近智商税这个词 其实是越来越流行 就搞得好像我们 随便买点什么 都在交智商税似的 咱们频道观众 肯定也都挺爱思考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 思考思考到底 买什么是在交智商税 然后我们也一起分析一下 这背后的一些逻辑啊 原理啊 包括一些常见的伎俩 然后再来个实战演习 我们一起避免智商税 留下小金库 因为智商税 其实它是一个网络用语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儿的定义啊 智商税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智商在某个时间点 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下滑 失去了购物的判断力 然后就被忽悠买了东西 注意这儿的关键词啊 是被忽悠 换句话说啊 就是你没得到 你期待得到的 那个东西给你带来的价值 被我绕晕了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买一个 高级化妆品 假设你买了一个 这个LAMARE的面霜 三四千人民币啊 你想正常买个擦脸油 可能几十块钱就够了 一百倍的价钱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小Linter的答案呢 是不一定 我们知道化妆品 平时宣传的时候 就是跟这样的功效 美白驱斑 补充胶原蛋白 青春永住 烦恼还童 但其实这些化妆品 抹脸上 其实最主要就是保湿 对吧 如果说啊 你知道它就是保湿 可能保湿效果确实好一点 然后瓶子也好看一点 你买个贵的 虽然贵 但是你每天拿着心里很爽 觉得是贵富级的产品 这种情况下 你其实就不属于 交了智商税 因为你没被忽悠 你期待的价值你也拿到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买了这个面霜 是因为啊 这个大牌真高级 我就是为了能够 青春永住 返老还童 都跟那海报上明星一样美 你八成是得不到 你想要的那个价值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属于交了智商税 所以其实呢 并不是说你买了一个 特别特别贵的东西 就一定是交了智商税 那取决于 你能不能拿到 自己想要的这个价值 比如说啊 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 名表 名车 这个奢侈品 钻石 这些东西 虽然它也很贵 但其实呢 它的价值 大众也是认可 拿出去 觉得挺有面子 挺爽的 所以这个价值 你其实是拿得到 即使你买完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贵 你后悔了 那这种情况在我这 也不把它定义成 你交了智商税 因为你确实也拿到了 这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可能算一个 非理性消费吧 好 智商税是什么 我们就明确了 我们平时到底是 怎么不知不觉 就被收了智商税呢 这个商家一般都用的是 什么样的套路呢 其实在收智商税里边 有一类 基本的我把它总结成 叫做纯片傻子型的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一听就很扯 就比如说啊 有一种药让你吃了 能保证生男孩 或者吃了这某种药 你就能终身抗癌 或者说给这小孩 吃了这个药 开发他脑子里 一个什么体 智商立马能上130 就这些东西啊 谁要是信 谁就立马去交智商税了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 我说 现在有一种这个丹药 你吃完能长生不老 你肯定不信 对吧 但这个其实呢 在古代 你说明朝的皇帝 还天天在宫里练丹呢 所以这个所谓的智商啊 它是随着整个时间 和社会教育水平 而逐渐在不断提高的 根据它那个年代的 它的知识水平 它就不算交智商税 但你要放到现在 那我们肯定觉得 它交智商税 所以这一类呢 基本上就是纯伪科学 就是一听就很扯 就说这么多了 那下一类呢 我就把它总结成啊 叫做通过引发焦虑 来制造需求 这个怎么讲呢 它主要其实还是利用了 人们那种恐惧的心理啊 就制造那种焦虑 比如说女生 怕自己变老 变丑变胖 老人肯定是怕生病 怕死亡 家长怕小孩睡在起跑键上 而男生一般就是怕 比如说怕穷 然后没有地位 要面子啊 这些这些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些心理太正常了 基本上是个人 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所以呢 这些心理有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力 就比如说某个时间点 你就特别特别 像着了迷了 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这时候呢 商家就抓住你这些 人性的弱点 来弄出来一些需求 把它弄一个产品 推到你面前 来吧 来交水 交智商水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种例子 其实在各种营销号上 已经屡见不鲜了 就比如说 一个营销号 它要推一个化妆品 本来你也不需要 这个美白去办的东西 但这时候呢 它就会给你写一个 非常生动 非常有代入感 它是一般都很狗血的 这种情感故事 就比如说 老公出轨 原配去打小三 看小三貌美如花 原配人老猪黄 于是原配使用 什么什么什么产品 最终容光焕发 掳获了老公的放心 两人又重回到 本身的甜蜜幸福的生活 它就感觉好像 这个产品挽救了婚姻 但你其实想想 这逻辑通吗 就非得生拉硬套 给这产品扯进去 还有呢 比如说14世纪的时候 欧洲那个天主教 就说 大家可以要来买赎罪券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马都七情六欲 罪恶 你就赎罪 得交钱 你要不交这个券 你就赎不了罪 你就上不了天堂了 那那时候人想 我活这么一辈子 就是为了修德正国 能够上天堂 你告诉我上不了天堂 我这辈子白活了 赎罪券买 多少钱都得买 而且这个还有 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一般 比如说你交质商 所以买个东西 就交那么多钱 但是赎罪券就不一样 它是根据你的经济能力 你有多想上天堂 和你罪孽有多深重 就像无底洞一样 你就想交多少钱 交多少钱 上升到理论一点的层面 就叫做用价格歧视 来充分地挖掘消费者剩余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 还挺有意思的 之后可以单开一期 再讲一讲 所以这些呢 其实就是我们意识到 人性都有这些 本身的一些弱点 然后不要因为 这些心理被忽悠 就少交点智商税 还有一类呢 我把它叫做 通过不可置信的保证 来建立信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人其实都有一种 风险厌恶的心理 就做什么事 都希望有个保证 所以你就会买保险 这种心理 有的时候也会被商家 抓住来受智商税 保证最常见的 就是无效退款 你就觉得 它都敢保证 达成是有用的 这时候你这个心理防线 就已经被攻破了 你就被忽悠 然后去买了 但是呢 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个保证 真的就等于说 这个东西有用吗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保证的 比如说我卖衣服 或者卖鞋 或者卖电子产品 用了之后不满意 或者说衣服还没穿 你可以退 这种的就是一个 OK的保证 但是有一些保证呢 比如说你吃了我这个药 我保证你生男孩 我保证你托福上110 我保证你吃了这个减肥药 就能瘦30斤 然后无效给你退款 这种保证 你一听 听上去不是特别合理 不太符合常识 这种情况呢 背后一般都有猫腻 稍微分析一下 比如说 卖减肥药的说 你吃了这一个疗程 保证你能瘦30斤 但这种他一般都会说 你吃这个药要配合 比如说每天要喝三升水 每天要睡眠8小时 每天每周要跑步 像这种一般那种 时间比较长的 影响因素比较多的 要求比较严格的 这个背后就很容易赖账了 比如你说你没达到疗效 他就说你这些东西 都没按照我的要求做 那你一想 好像是没按照他要求 但你想他那些要求 这不是一般人 那么简单就能做到的 对吧 每天睡8小时睡眠 就如果你真的都能 生活习惯那么好 饮食习惯那么好 那你可能都不需要 这个减肥药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是很容易赖账的 像这些东西 就是你自己也需要努力的 比如说讨托福 你肯定得好好学 对吧 你要是要减肥 那就管住嘴 卖开腿 你自己也得付出这些苦功夫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想着说 我走个捷径 我图个保证 我相信一个承诺 这种东西没法承诺的东西 你信了 那这智商税对吧 你不交谁交 那刚刚我们说 是通过保证来建立信任 还有一种呢 就是通过包装人设 来建立信任 这种其实也特别特别常见 比如前两年 那个老太太叫刘洪斌 说白了就是个卖假药的 但是呢 她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特别专家的人设 就今天在电视台上说 我是北大教授 明天说我是苗药传人 后天说我是萌药传人 又是医学专家 而且看着还挺和蔼可亲 真挺像那么个专家的 说话也是振振有词 我这个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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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多老人就信了 然后就买了那个假药 最后发现这些title 没有一个是真的 全是编的 我刚才看了眼百度百科 搜这个刘洪斌 词条已经把它定义成 虚假电视广告代言人 其实就是利用着人 那种从众的心理 所以商家都会包装出来 诸如我说的是包装 包装出来一些专家 或者是精英 然后去销售他的产品 当你看到什么 营养协会会长 健康协会主席 年度十佳精英 什么服务司30 under 30 就不要因为这种title 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判断力 因为其实这些title很多都是 比如说要么是可以赞助 要么是可以买的 就我之前就还被卖过 这个服务司30 under 30 就几十万就能买了 小林内幕啊 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的名人 就都有这种现象 但确实是会有这种 想收智商税的商家 通过包装出来一个人设 然后来建立信任 然后再接着卖他们的产品 还有现在不是 各种各样的网红经济吗 就我们能看到 像小红书啊 微博上啊 各种各样的大V 就开始给你种草 怎么样怎么样 用了什么东西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得擦亮眼睛啊 因为其实你想想 粉丝是可以买的 假的 图片是可以批的 假的 只有你交的这个 智商税是真的 像之前某某某品的 某欧同学 2014年的时候吧 是纽交所最年轻的 上市公司的CEO 后来也是假货嘛 风波不断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所以不是说这些 大V网红他们卖的东西 你就一定要相信 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 大V带的货 就都一定是假的 因为其实找明星代言 这也是在营销里面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且你想找明星代言 那要有代言费 那当然挺贵的 但是你找一个老太太 把她包装成一个名人 这就没什么成本了 就包括刚才 我们之前说到的那几种 比如说通过 刺激你的需求 通过建立信任 这其实都是在 营销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些手法 当然也不是说 只要用这些手法 就一定是交智商税 但是反过来 交智商税的产品 一般都伴随着一些 比较夸张的 这种手法的运用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要知道怎么鉴定 最后一类 也是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一类 我把它叫做 伪科学概念 来授取智商税 这怎么说 其实就是通过一些 大家可能 平时不太会接触到的 一些非常高大上的概念 然后包装出一个产品 就比如大家可以试试 在淘宝上 随便搜量子 你就可能会看到 有什么量子袜 就是说保健的作用 什么量子喷雾 你脸就能 怎么特别光化水嫩了 也有报道 爆出来说 这种量子的东西 牵扯到什么量子医学 量子化妆品 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都是骗人 但大众 其实不太知道 这些技术 能不能被真正的 运用到这些产品里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伪科学的概念 还是比较难判断的 还有之前就是 硅谷前几年 特别火的 那个女乔夫斯 她就是说 通过一滴血 她有一个什么什么技术 就能去检测 那个概念 也是让各个商界 政界和娱乐界的大佬 都开始给她投资 她那个公司 后来是一共 容了十个亿的美金 就估值都一百多亿美金 但最后也被证实 就是一个骗局 所以这种 其实还是挺难判断的 所以我就觉得 当你看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 你是因为这个概念 想去买这个东西 最好先去提前 搜一搜这个概念 看有没有一些这种 报道或者是揭露 这些东西 然后增加一下 自己判断的依据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套路 其实知道这些 我也能编出来一个产品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也知道 咱们小林奶茶店 已经沉寂了很久了 所以今天呢 小林奶茶店 要重出江湖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小林奶茶店 最近一直在研究 一款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量子瘦身奶茶 这个可厉害 这个是由福布斯奶茶行业 30 under 30的Lindsey 携手约翰霍普金斯 量子医学研究师的 老黄教授 一起研发的 它怎么厉害呢 因为它其实利用的是 这种量子的原理 就是说这个量子呢 可以分解奶茶里边 那种裹糖的成分 就让它糖呢 不被你的身体吸收 然后就成功地排出去 因为你喝奶茶 也消耗能量对吧 所以就成功地实现了 富卡路里 越喝越瘦 我们这个量子瘦身奶茶 一个疗程是30瓶 一天一瓶 30天保证你瘦 10公斤 无效兔款 我们现在是预购阶段 每个人限购一个疗程 感兴趣小伙伴 赶紧扫下方二维码 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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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想不想买 当然说这个不是说 让大家去学会 怎么去忽悠啊 就只是说 我们了解了 这些套路之后 就可以从我做起 搭假方片 让这些收智商税的上架 无极可乘 如果你碰到 什么其他的套路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转发给 你觉得需要的小伙伴 这些呢 就是Lindy今天跟大家 分享关于智商税的内容 如果你学到了呢 欢迎给我点赞 评论一键三连 先这样吧 拜拜 在哪儿学了 在哪儿学了 在哪儿学了